大家好 我是官榮水晶洋店長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我們今天會帶來什麼樣的驚喜呢 眼前這一桌到底是什麼樣神奇的寶貝呢 偷偷告訴大家 這是為了解決 各位線上粉絲或來電的粉絲朋友們 長期以來所困擾的事情 而且大家都非常的需要喔 我們精心打造的水晶清潔保養組 這樣完美精緻的清潔保養組 各位朋友不用2000 不用1000元 甚至在這個月來電消費購買水晶洞 關榮與你歡慶中秋節 急鎮一組我們的 精美水晶清潔保養組 我們這一次的清潔保養組裡面有 水晶清潔保養刷 日常可以透過水晶清潔保養刷 幫你的水晶洞維持整潔 長期讓它非常閃亮喔 我們這一次也特別準備了水晶礦物保養油 讓各位可以來進行深度清潔使用 裡面還有一件我們的 特別定制水晶專用布 不脫毛讓你可以 非常完整的清潔水晶的內部 接下來 店長會教大家 如何在家使用我們的清潔保養組 幫你的水晶整理到最漂亮喔 今天特別準備了三件不同的大小尺寸 不管是小型我們擺放家中的 還是中型客廳柴位的 或大型的擺件 我都會教你們來做清潔保養的動作 首先日常整理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水晶清潔刷 來進行日常的清潔整理 讓裡面不會累積太多的灰塵 我們是使用軟質性的毛刷 而且是長柄毛的 不會讓你的水晶容易受傷喔 像大型的水晶也不用擔心 都可以進去做清潔的動作 都可以把水晶整理得非常漂亮 那時間久了我們需要進行深度的清潔 我們使用礦物保養油 將每一個晶體面都進行 噴灑處理 那要確保每一個水晶體的結晶面 都淨潤在我們的礦物保養油中喔 接下來我們將水晶洞靜置30分鐘 靜置30分鐘後 我們就要把水晶洞的縫隙灰塵 以及油漬給做去除的動作囉 像小顆的物件我們可以搬移到 浴室或空曠的陽台處 來進行清洗的動作 清洗的過程我們會用中性沙拉脫 稀釋過後的泡沫水來進行清理 讓裡面確保不會有任何的油漬殘留 像大型的物件我們沒有辦法做移動的話 我們就在原地進行一個後續整理 一樣使用我們的水晶磚用布 透過我們的 稀釋後的泡沫水 來進行 裡面晶體的 擦拭 那要特別注意 水晶洞內部的晶體是非常銳利的 我們在進行擦拭的動作時 一定要切記小心不要被割傷囉 將每一個晶體縫隙都用泡泡水清過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會動用到我們空瓶囉 我們利用空瓶子裝清水來去進行噴灑 清潔的動作 將我們的 水晶磚用布 清洗乾淨後 擺放在 底部的空間 讓 水分 不會 流淌到 底座上 接下來使用我們的清水瓶 將 內部的 縫隙灰塵 以及泡沫 做一個清除的動作 水晶內部的泡泡我們都全部的清潔乾淨囉 接下來再透過我們的 水晶磚用布 做清潔的動作 不要讓水晶的表面有殘留水珠的部分 而避免形成水溝 那像我們這樣大型的物件 也是 一樣的做法 就可以將水晶洞完整的清潔乾淨囉 以上就是我們完整的清潔保養的步驟囉 那本月來電購買水晶洞的朋友們 都可以獲得一組我們的 精美水晶保養組一組 趕快安排時間來電參觀選購吧 我們現場 非常多的水晶塑化玉物件可供參觀鑑賞 我們店只位於桃園市八德區 線上Google搜尋 官榮水晶 即可導航到達 歡迎大家 歷齡現場 官榮國際 水晶洞與 塑化玉專賣店 第1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